武林氏 石羽带着一堆进化材料过来 鸡梦竹 林修竹 白熙等人 早早等候石羽 随着石羽真的把一堆进化材料到在石铁兽试炼遗迹中 众人表情直接呆滞 你 你从哪里弄来的 鸡梦竹一脸震惊 这么庞大数量的进化材料 即使是在五帝王朝时期 也不是那么能轻易拿出来的 顺手破解了各遗迹 这不重要 石羽看向了鸡梦竹阿姨 笑 就是从你家和你五帝叔叔那里拿的啊 陨暗碎片的话 自然是通过刷陨暗 只不过 是古代副本遗迹 整个平行时空 都是石羽眼中的历练遗迹 对 老师 不重要 熊猫学姐在旁边双眼闪星 直接坐在地上 一块一块拿起并观察着这些进化时 活脱脱一个小财迷 有了这些 他能确定 石铁兽将彻底成为东皇第一宠 地位将对标乃至远超其他国家的那些准霸主种族 可以稳定繁衍的国宝 呜呜呜 我的石铁兽也终于能进化了 兽儿娘学姐感动无比 石铁兽什么都好 就是明文进化材料太缺了 看到这些进化材料 他顿时不后悔加入石铁兽军团了 他要立功 他要换材料 对了石羽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拿着一块石头的林修竹看向了石羽 什么 规则复苏后 大部分高种族 高等级的宠兽的繁育几率都有提升 石铁兽这边的实验数据也极为明显 用不了多久 普通御兽师也能契约石铁兽了 林修竹一笑 这是东黄内 今天的最新研究报告 这个规律 说不定在人身上也适用 你也可以放心修炼了 不用担心以后难要小孩子了 啊这 石羽顿时善善一笑 问题不大 就算没有规则复苏 他也可以通过身体掌控 时间果实变成普通人 总之不可能出现五帝那种修炼狂修炼到最后 连孩子都生不出的情况 磕磕 五帝老哥 惨 石羽想到这里 顿时不怪五帝揍自己了 也不知道自己留的几颗神药能不能帮到他 要是平行时空的五帝能生个有顶级合体天赋的后代 清静培养 二零年后 也能扛起大旗了 说不定 在五帝和女帝中间 能有一个新的传说 你们带我去看看各大军团现况吧 之后晚上一起吃顿饭 我明天还有其他事情 就不久留了 石羽道 大盲人 三人顿时无语 石羽表示 他还要备战 突破八级 杀这个世界的陨岸 得尽快才行 这次规则复苏 估计陨岸的实力也能再次进步 这个时空的陨岸本来就比古代时空的强 这次规则复苏后 无疑墙上加强 再给陨岸点发育时间的话 石羽现在担心另外一个问题 古代的陨岸 只把蓝星当作成长地点 它准备变强达到极限半神 吸光蓝星的资源后 就重新返回星空 这个时空的陨岸毫无疑问距离极限半神更近了 万一哪天 它见低级星球蓝星复苏了这么多神灵 想不开 不想在这里发展了 直接跑出蓝星 石羽岂不是血亏 到时候 就鸡飞蛋打了 所以 石羽想了想 还真不能等世界树苏醒了 靠人不如靠自己 她在修炼下 叫上神员老爷子 龙神姐姐 后面两个家一起 压制力肯定比武帝强 问题不大 接下来 石羽和熊猫学姐她们久违的叙旧 看了下当前石铁兽军团 青棉虫军团 机械幻兽军团 凤凰军团的发展情况 其中 凤凰军团是后建的 御兽师都是拥有凤凰血脉的混血女兵 目前管理者是陆学姐老妈 陆太太 成员都是各地精挑细选的天才 石羽的同期预售师张千一 目前也在休学参军中 四大军团 发展得不错 石羽力临视察了下后 想着现在也有钱了 也有资本了 便随口说了一条计划 让青棉虫军团往空间系 龙系发展 这样一来 石铁兽军团对应五帝王朝最强军团 凤凰军团对应女帝王朝最强军团 青棉虫军团对应龙帝 空帝王朝最强军团 机械幻兽军团对应现代最强军团 直接完美 这才是一个考古学家建立的军团原本应该有的样子 石帝的军团就算了 石帝的军团中 玉兽师和宠兽都没什么特色 全靠石帝的时间系宠兽产出的装备 资源 厉害的是石帝 跟军团本身关系不大 参宝宝还要照顾一对 二对 石羽 宝石猫这一大家子 实在没空抽出精力再带个时间系军团 不过 石羽觉得 倒是可以把玉兽猫头鹰这个时间系图腾从帝都大学挖过来 让他给自己的四大军团当狗头军师 都图腾急了 也有自主开发其他时间系技能的本事了 虽然以前有些不靠谱 但现在毕竟等级高了 带个军团应该不至于给自己带团灭吧 一天时间 石羽接连拜访了四大军团负责人 晚上所有人一起聚个餐后 石羽趁着夜色 离开了武陵市 他要去做回归平城苦修前的最后一件事 去龙宫城那边 收服个乌龟和蛇 今天他已经把顶级合体天赋的开发经验留给了白溪学姐 也留下了一些资源 配合天赋诛 他已经可以尝试开发天赋了 而石羽这里 还要把从武帝那里得到的另外一个密技龟蛇玄武融合术发挥一下效果 目前 二对契约曹还有四个空位 他打算先去抓两只宠兽养养再说 宠兽成长的反馈 不要白不要 龟蛇龟蛇 这种东西 肯定是龙宫城最多 等契约完龟蛇 还剩两个曹 石羽准备再找一个小猫咪 进化成白虎 他已经让猫老师帮忙留意了 这家伙认识许多猫科动物族 说不定就有合适的 朱雀的话 看看能不能让赤童通过分身卡斯下 到时候 四圣兽就齐全了 还有独角恶魔神石 这次随着规则复苏 他的生命气息也更活跃了一些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解封 石羽飞往龙宫城的时候 通讯器响起 石羽来到了机械空间甲板上 与云海肩并肩接起电话 是林会长 你回来了 现在在哪 电话那边 林会长语气很沧桑的道 回来了 我在天上 林会长 我在天上飞 正要回家 林会长 石羽回来的时候 也给林会长回复了一条讯息 只不过对方没有立刻回复 应该是在忙什么事情 现在打过来 应该是已经忙完了 我也看到陆清一和鸡梦竹那边的系统汇报了 这半年 辛苦你了 林会长感慨道 他原本对石羽跑出去浪这么久十分不放心 不过 当林会长得知 石羽刚刚回来 就把宝石猫弄成了半神潜力 又把石铁兽军团史诗集强化 顿时一切负面情绪烟消云散 年轻人 就应该多出去闯荡闯荡 这样才能有更多收获 没想到你竟然在国外遗迹找到了那么多石铁兽进化材料 林会长道 只看材料数额 没看来历之前 我差点以为你去单刷陨案了 不至于不至于 石羽笑道 是组队 最近蓝星联盟的各方面设施已经基本完善 我这边比较忙 陆青一那边的任务 你就帮忙多照顾照顾吧 这次打过来 其实还有一件事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什么事 石羽问 他就知道林会长百忙之中抽空给自己打个电话 肯定又是有任务 针对蓝星联盟的建立 七国联盟这边 为了竞争一些事物的话语权 打算举办一场联盟大会 以战斗来决定某些方案 七国各出一位九级之下 也就是传说级之下的封号预售师 进行代表出战 您的意思 让我参加 石羽道 我的确是这个意思 大会在一个月后 现在规则复苏 各国的封号强者都更加强大了 能出战的 基本是那个国家的二把手 东黄的封号强者 比其他国家 只是强在数量上 实力方面 虽然有霸海传奇等可以和顶级图腾对抗的预售师 但差距也不是特别明显 而且 这次大会的规则 是1vs1分胜负 许多强者的军团战术被限制了 我想来想去 你最适合参赛 论单体宠兽培育度 国内的封号强者中 你称第一 没人会不服 而且半年历练 你的实力肯定更强了吧 林会长老胡立笑 他说的也没错 像霸海传奇虽然强 但只是强在军团战术 他的变异之鲲的无限吞噬空间中 常年饲养着一个海洋军团 作为变异之鲲的后备力量 这个海洋军团的加持下 变异之鲲的战力压制普通图腾轻轻松松 和当时使铁兽军团防御住图腾级的攻击一个道理 如果是Evs1规则 霸海传奇这样的 战力直接大消 这种军团战 石宇这边其实也能做到 像小子体内孕育生命 其实就是石宇在培养自己的信仰军团 好吧 感觉用不了几天 我可以代表冬皇参加下 石宇道 林会长更开心了 道 那就拜托你了 对了 你也要认真备战一下 这次大会 竞争会很激烈 规则首次复苏 许多转世的神灵觉醒了记忆 许多神灵从沉睡中苏醒 据我所知 荣光国一个封号强者的王牌 便是天使之神转世 如今已经找回了记忆 也就是说 如果双方没有解除契约 那么这个封号强者 便拥有着一个神话种族霸主级的战力 你单打的优势 并非还能像世界赛一样 靠着准神祭 信仰祭大杀四方 你有的 对手也将有 其他国家如果也出现这种情况 和某个神灵达成合作 以平等或者不平等关系进行契约的话 都会让这次联盟大会更加曲折 这也是我找你的原因之一 对抗拥有准神祭的对手 东皇的其他封号传奇还是有些吃力 但是你不同 你有过击败金牛古神的战绩 金牛古神 在当时的神级生物中 应该也算是佼佼者了吧 时宇一正 随即道 我明白了 这次的对手 有可能有神话种族的契约对象了对吧 恩 林会长叹了口气 道 荣光那个家伙 真是幸运 时宇也叹了口气 没想到自己的准神祭优势刚保持半年多 版本就更新了 这样一来 压力的确有点大了 毕竟对手什么情况 他还完全不知道 如果对手是金牛古神那种硬碰硬的具备简单粗暴的元素类规则的对手 时宇倒是不在意 他就怕那种有稀奇古怪 涉及各种特殊现象的规则的对手 担心被人打个情报信息差 不过这段时间 还是以冥想为主吧 准神祭加着有些费力 效率不高 恩 倒是可以开始叫小鸡神话复苏 给压压加点 让他觉醒深渊准神祭了 这样一来 自己对物内 说不定不久之后 又能多两只神话种族 规则战这种东西 狠讲互相克制 队内多两个准神祭 能多一分把握 最主要的是 多给时宇反馈点力量 他好开更长时间 更大强度的领域 时宇挂掉电话后 一边继续向着龙弓成飞 一边跟一对 二对的宠兽们说着所谓的联盟大会情况 一对的宠兽 虫虫 赤同他们 听到有神兽转身体可以揍 顿时激动 吼 御兽空间中 重重主动请鹰 上次的神兽被十一揍了 这次可以留给他吗 我我我 赤同化为剑机形态卖蒙求时宇 一 倒是餐宝宝一脸沧桑 想到接下来的一堆工作 对战斗提不起任何兴趣 只想自爆 果然 工作这种东西 很容易侵蚀意志 时宇觉得问题很大 并让速速去给餐宝宝进化一下 你们别激动 时宇笑 不过很快 时宇意识到 一对算好的了 二对更激动 吼 鸭 听到时宇说 这段时间会利用冥想休息时间抽空给他们加点后 小鸡和鸭鸭振奋无比 要不然 这次的神灵转生体 给他们打吧 只要也能觉醒准神迹 他们一定可以的 你们矜持点 对手可是天使神 天使神 小鸡 吼 打的就是鸟人 吃我一记地震 呀呀 呀 你地震打个毛鸟人 打得到吗 交给我 时宇 果然还是应该给小鸡点智能吧 精通级基础智能不太够啊 不对啊 这种小学生都知道的入门知识 入门级基础智能应该都能想明白啊 小鸡是怎么做到精通级还想不明白的 小鸡 吼 你的深渊之力被天使之光雪刻 你才是打个毛 我还有断空之剑 呀呀 怒hash 散会后别走 时宇 你不知道地震打不到飞行物 却知道天使之光刻深渊之力 你有问题 这家伙 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 龙宫城 时宇久违地回到了龙宫城 出于省事 这次他直接自己进来了 重重一个瞬间移动 谁也没有发现 龙宫城内 空间造一比重重高的 恐怕也只有空龙王和龙神了 来到这边后 时宇直接找到了冰龙王冰霜魔龙 并没想到 这个家伙 不仅没有趁着规则复苏努力修炼 反而 在自己的龙宫中倾点着财宝 谁 空间连一闪动 冰龙王大惊失色 随即 就看到了时宇和飞行在他身边的一米长小青龙 冰龙嘴角抽搐 小祖宗们 你们怎么来了 怎么不敲门 吓了他一跳 差点以为谁来抢财宝 时宇啊 那没事了 这家伙 应该看不上这些垃圾了 时宇挠了挠脸颊 道 上次不是你说来了不用客气 直接把这里当自己家就行的吗 为了方便 就直接一次性瞬移进来了 冰龙沉默地看着时宇和重重 好吧好吧 好像是这么说过 冰龙笑着咧嘴道 所以呢 无事不登龙宫城 是不是大领导来视察工作了 我跟你说 龙宫城的青龙信仰工作做得挺顺利的 主要是被你揍过的大太子配合得好 你放心好了 有我在 完全没问题 时宇黑黑一笑 道 不是这件事 是来找你要两个人 啊不对 海兽 冰龙 啊 时宇道 你有没有龙宫城各个归族和蛇族全部成员的个人简历 我记得龙宫城对个人信息管理也很严格的吧 给我弄来一份 冰龙 时宇又要干嘛 不过的确 因为和东皇同盟 在现代化方面 龙宫城相比其他图腾国 做得十分好 这也让龙王们对各个麾下种族的管理更加方便 环保不好像有这种东西 我找找去 冰龙王拿出一个类似贝壳的东西 对着其喊道 归丞相 归丞相 再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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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在 去帮我找点东西 不要归宿 片刻后 冰龙王的专属龟丞相 带着一个巨大的侧子 气喘吁吁的飞来了冰龙宫 他看见时宇也在这边 顿时吃惊的行礼问好 时宇部长呜呜呜 龟丞相 你们万寿龟一族最近有没有什么天才呀 时宇笑着结果包含十一个龟族 七个海蛇族的势力侧 同时不忘问道 万寿龟的成员虽然不多 但应该是龙宫城内 势力最庞大的龟族了 地位还在某些纯穴龙族之上 嘿嘿 我们族内那几个瓜皮 怎么敢在时宇部长面前称天才 龟丞相道 我也算不了什么 运气好而已 龟族内 最近就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成员吗 时宇问 其实天才不天才无所谓 是不是半神 神灵转生也无所谓了 最主要的是特殊 起码的有闪光点 才能被他契约 龟丞相一愣 看了一眼也在苦思冥想的冰龙王 也跟着想了想 随即 立刻道 说起来 最近我们万寿龟一族 的确有个小子变强速度挺快 可以说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天才 就是 时宇道 就是什么 龟丞相道 就是出了点小意外 被他父亲托关系关进了海底大监狱第零点五层面必思过 估计没有一百年出不来 时宇一愣 不愧是你们万寿龟 一关就是一百年 这要是青年虫 早就死一百次了 虫虫委屈 我招你惹你了 你说的那个 是犯了什么事吗 时宇摇头 如果是龟贫有问题 就算了 龟丞相陈寅道 算是吧 他 他喜欢上了一个蛇族 在万寿龟族中 跨越种族的交配 这是不被允许的啊 造你啊 感谢月初花开 只高你一线 小朱晨 波罗罗罗罗 小帅等大佬的盟主